出哈设计 27岁才成为画家的范古 是众所皆知的后期印象派画家 对20世纪的艺术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十年的《画家岁月》里画了2000多幅画 平均两天就画了一幅画 如今范古的作品价值连城 但生前有列入记录的只卖出一幅作品 令人不胜唏嘘 范古生于荷兰牧师家庭 亲戚中有三位淑伯从事艺术品买卖 所以从小深受宗教与艺术熏陶的他 对于绘画也有浓厚的兴趣 范古在15岁的时候 因不满美术老师的授课方式而选择错学 进而在大伯的引戒下担任画商的工作 对于画作具有鉴赏力的范古得以发挥所藏 这时范古爱上房东太太的女儿欧仁妮洛耶 在一见钟情的范古告白后遭到对方拒绝 失恋后落寞的范古 仍放不下思念 常去找欧仁妮 最后因发现欧仁妮已经订婚了才作罢 因为恋情失败的打击 开始自我放逐的范古 无心于事业 甚至开始不满艺术品的商业化 范古辗转换了几份工作 进而陷入宗教狂热而成为牧师 喜欢与人相处的范古 很享受牧师这份工作 接受教会的分派到矿场传教 很快的就融入矿工们的生活 不过这段愉悦的时光维持不久 因为教会成员觉得 牧师应致力于教化矿工认识上帝 而不是受矿工们影响童话 最终范古被教会以不适认为由 遭到解职 付出了所有心力却当不成牧师 范古一度萎靡不振 弟弟需要鼓励他朝自己的兴趣绘画发展 这时27岁的范古决定当画家 前往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就读 学习接口学 透视学等绘画技巧 范古对于米勒常描绘劳动者的生活 感到相当的景仰 因此他常常模仿米勒的作品作为练习 隔年范古开始以邻居当作模特儿作画 有一次刚丧夫的表姐 柯尼利亚带着她8岁儿子来拜访范古的家人 范古就在这时爱上了柯尼利亚 不顾当时表亲联姻 仍是禁忌的社会风俗 毅然决然地向柯尼利亚表达爱慕之意 希望两人可以结婚 但遭到柯尼利亚拒绝 抱不下思念的范古 丹门拜访柯尼利亚 但柯尼利亚必不见面 绝望之下的范古未表达决心 但柯尼利亚的父亲说 我能够在火焰灼烧之下忍受多久 就让我见他多久 说完便将手置于灯火上 同行的叔叔无奈地将灯火开席 劝他放弃这段感情 之后柯尼利亚的父亲 也向范古坦白 考量到范古没有固定的收入 两人根本不可能在一起 再次无法开花结果的恋情 让范古投入全部的心力 透过绘画来转移内心的痛苦 还有一次 范古在画人体素描的时候 结识了当过妓女的西恩 两人往来密切 西恩常来帮忙范古打理日常起居 让范古萌生结婚的念头 范古的父亲知道了 极力反对 但范古不愿听从 西恩因为过去当妓女的缘故 健康状况不佳 而需不断服用药品 但范古痴迷于绘画 扣除购买画剧 与聘请模特的支出后 可用的经费所剩无几 范古的收入也无法兑现结婚的承诺 两人因此产生了裂痕 久而久之便渐行渐远了 或许为了远离情商 范古搬到荷兰的妮嫩 此时的范古完全沉浸在绘画中 画作融合了当地的纺织者 与春色的生活 在妮嫩的两年内 累积了两百多幅作品 而范古的绘画技巧也越增成熟 这时的范古到处写生绘画 吸引了邻居的女儿 马哥特贝格曼的注意 她无怨无悔地给伴在范古身边 两人也有意愿进一步走向婚姻 无奈女方家属强烈反对 马哥特更以服毒自杀的方式来表达抗议 最终两人碍于家庭压力 人世无缘在一起 1885年 透过弟弟西奥的接洽 巴黎的画商也开始对范古的作品产生兴趣 因此范古决定推出当时最满意的作品 吃马铃薯的人 按几幅农民画像来参展 因为是首次作品不光于巴黎的展览 范古相当地重视 但展出的过程却乏人问津 作品没有一张迈出去 失望难过的范古 质疑西奥是不是没有好好推销他的作品 西奥则解释 可能作品太过于灰暗 不符合时下印象派注重光与颜色的风格 这一年范古的爸爸因心脏病离开人世 对范古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1886年 范古在西奥的建议之下来到了巴黎 巴黎丰富的艺术气息 让范古此刻低迷的心情为之一振 当时主流印象派的画风 也让范古开始讲究光影的变化 作画的笔触也转为更加理性有秩序 也收到德拉克洛瓦的色彩学启蒙 了解到要让画面更加丰富 紫与黄 蓝与橙 红与绿等 互补色的使用是必须的 由于当时日本镜头的茶叶 多以日本常见的服饰会图案来包装 掀起欧洲艺术界服饰会的风潮 范古也相当喜爱日本服饰会 有几幅模仿服饰会的作品 就充分大胆地应用互补色 营造强烈的视觉印象 范古也内化了服饰会的风格 像著名的作品《星夜》 就和日本服饰会名家 可是北斋的《神奈穿冲浪》 构图上非常相似 扭转的星空和翻腾的波浪 更是相应成趣 1888年 范古旅行到了法国南部的阿尔勒 他租了一间黄色的房子 希望这区域可以发展成艺术家的聚落 更邀请了他非常仰慕的高跟 一起同住 两人合作上也很顺利 甚至共同创作相同的主题 但因为范古和高跟个性落差太大 常常因为意见相左 产生了争执 一晚甚至发生了肢体冲浮 高跟奋而离开范古的住所 而在高跟离开后 范古又恨地将自己耳朵割了下来 范古因为精神状况的问题 不清楚当时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 在疗伤的期间 范古曾要求希望可以和高跟见面 但两人致辞之后就没有再相聚 布园后的范古 住进了圣雷米精神病院 在病院不受外人的打扰 他开始大量地作画 著名作品如星夜 星空下的斯伯露 都是在圣雷米诞生的 范古在圣雷米病院待了一年多 后期的精神状况越来越差 几乎不能拿笔书写及创作 1890年 范古来到了巴黎北部的村庄 瓦兹河畔的奥维尔 接受保罗加谢医生的治疗 医生鼓励他多作画 这时期范古的作品 也表现出他对于北方故土的依恋 例如阿维的教堂 这座教堂现在仍是 完好保存于当地 左下方的妇人 则是穿着范古出身地 荷兰的服饰 足以贴见范古对于故乡的思念 或许孤独让敏感的范古 能想到一直以来的挫折 诸如亲情 友情 爱情的不顺遂 许多负面情绪的累积 让范古精神疾病雪上加霜 最后以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那一年范古才37岁 弟弟西奥一直提供范古经济 和物资上的援助 范古也曾经指出 西奥其实和他一样 承受精神忧虑 和情绪上的困扰 只不过不像范古是显性的 会将情绪激动地表现出来 弟弟西奥在哥哥范古过世后不久 也进入了精神病院疗养 半年后也离开了人世 范古奉献了一生 将生命浓入了色彩 以火焰般的笔触 某某在画布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